NBA退役球星Russia Lewis 來台宣傳期間馬不停蹄 但最重要的行程之一 就是與粉絲們相見歡 讓大家能夠面對面目睹 這位傳奇高砲塔 而這一刻現場球迷已經期待已久 Russia Lewis這次看到他很興奮 因為沒有想到能親自見到他本人 然後剛剛其實很緊張 因為覺得他很親民 然後重點他又是一個 能親眼看到一個NBA冠軍在你眼前 我覺得那感覺是一生一次的 能跟自己喜歡的球員見面 機會難得 台灣球迷對他的支持 Russia也完全能夠感受得到 台灣球迷在台灣的支持者們 他們已經很棒了 我到船舶上來拍照照片 但他們很高興的支持者們 我非常享受的是大家很友善 人們都很友善 他們在街上帶我去吃 他們很喜歡球隊 所以你總是想要給你支持者們 見面會現場還來了一位 YouTuber Gino 他也是Russia的粉絲 現場還交換起球衣 讓其他球迷看得是相當羨慕 這一隊是邁阿密熱火 我身穿這一隊 那最近熱火隊有一個超級傳奇的球星 今年最後一年準備要退休叫Dunway 那他呢到每一個球場 他都會指定一位球員 跟他進行球衣的交換 那因為這樣子我就想說既然邁阿密熱火 那不如我跟Russia Lewis 也交換一下球衣 那我覺得 這樣應該會對我來講 很有紀念價值 相信Russia Lewis 與粉絲們的任何互動 絕對都會讓他非常開心 不管是互尬投籃 還是品嘗美食 在這一趟即將結束的台灣之旅 希望能讓Russia留下美好回憶 環球新聞 蕭新昌 葛厚涵採訪報導